装潢风格清新 灯光通透明亮 还以为是哪一家知名的咖啡厅 原来这里是新北瑞芳高宫 餐饮服务科实习咖啡厅 专门进行特殊学生的职业训练与辅导 近年来更由醒无科大着手打造咖啡厅的品牌识别系统 今天首度曝光品牌名称与相关的周边商品 那特教生的状况就是其实他的动作会比较慢 然后非常的天真可爱 提出来的问题都非常的纯真 就象征着我们人类很善良的这一面 所以我们就带着我们大肆的毕业制作的同学 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跟他们的特征 以及他们做的非常好吃的餐视觉化 那我们的命名叫做慢萌坊 就是他们的动作很慢 然后看起来表情非常的萌 这样子的特征放在命名里面 以及标志的设计里面 我觉得很高兴能够展现我们参护科学生的一个特性 让学生透过跨校跨学制的一个合作 让我们学校有专属的一个品牌 让学生能够展现他成功的一个自信 瑞芳高工校长表示 餐饮服务科为特殊教育班级 专门进行特殊学生的职业训练与辅导 并积极辅导特殊学生参与就业市场 近年来与醒悟科技大学商业设计系合作 引进企业识别系统 连续三年获得共1500万的补助 当初在实习咖啡厅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品牌意向 以及说我们到底想要发展什么样的精神 但是跟醒悟合作之后 其实就会慢慢厘清说 我们期待我们的曼蒙法的孩子 虽然是很慢 但是还是有就业的契机 所以醒悟就从这个logo的设计里面 充满着爱心 以及他觉得我们是一个 勤劳的密封的概念去出发 然后慢慢的我们也好像比较追寻得到 说自己的定位 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周边 就最常用到的比如说餐盒的设计 然后餐盒多的话会有期待 然后在店面本身的宣传上面的标志的招牌 或者是旗帜的应用 我们做了一些模拟的提案 那周边比较简单的周边的赠品 或者是小商品 比方说钥匙圈啦 切纸啦 杯垫 醒悟科大商业设计系指导两校学生 协助餐饮服务科实习咖啡厅 以曼蒙访为品牌名称 设计品牌商标打造品牌形象 并将企业识别的概念引进校园中 为实习咖啡厅的菜单 餐车包装材料 以及其他周边产品做整体化的设计 希望透过跨校合作 为教育创造无限可能 借陈威 瑞芳采访报道